基隆八斗子的望海向渔港风雨增强 渔船昨天呢就已经在晚上的时候进港避风 同时也绑上了绳索来固定 在附近的暗巡安检所呢也开始做防台准备了 就是记得上回苏力台风的教训 这次呢还没有发布路上警报 就已经把东西啊一楼全部给清空 东西全部搬到了二楼 然后堆起了沙包 就是怕水淹安检所的惨剧再度的发生 海浪一波波打了上来 台北台风西开基隆八斗子望海向渔港风雨不断增强 由于风浪渐大 渔港挤满了进港避风的渔船 从20号晚间开始 渔船陆续进港并用绳索固定 会在渔港旁的暗巡安检所 因为地势低洼又靠近掩害 一个多月前苏力台风直扑东北角 造成安检所窗户玻璃破裂 桌椅物品散落 一楼几几湖被淹没 上回学到教训 不敢再轻忽台北台风威力 提前做准备 窗户贴上胶条 把资料电脑还有桌椅 通通搬上二楼 向一楼全面清空 并堆起一排沙包 准备好对抗狂风豪雨 那时候因为它 因为它是直扑我们东北角这个地方 所以那时候在对我们的安检所造成的一个 就是那时候淹水 淹了大概130公分高的一个情形 然后所以鉴于上次的情形 所以我们在昨日 那个路上台风情报还没发布前 我们就已经将我们这个安检所的那些重要设施 就一直以往而往 因为怕这次会造成更严重的灾损这样 基隆发动死大风大雨 先前才被苏黎台风摧毁的潮禁公园护栏 这次再被强风吹垮 台美还没登陆 已经对全台造成影响 看来这回台风的威力不容小觑 民众得要多加监防戒备 终于新闻成家 吴云轩SN小组 基隆才能报道